国道远景执行的时候 在国道3号北上高雄田辽路段 发现了一辆大型的一影车 疑似超载 没有按照规定去过棒检查 远景开车上前广播要对方停车 但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拒检 还不顾警车就在旁边 大力的踩油门绕过警车开走 警方也立刻追了上去 根据车牌先开出了一张9万元的罚单 远景盯上前方那辆一影车 因为驾驶一次没按照规定过棒检查 远景大声广播要驾驶靠边停车 驾驶完全不理 车窗也没开不停往前进 警车开到一影车前方 拿出指挥棒不停摇晃 对方也视而不见 还加速绕过警车开走 驾驶拒绝拦检 远景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我要开车牌 事发地点在国道3号北上370公里 处高雄田辽路段 一影车不顾警车在周围拦检 强硬开走 两车距离还一度相当靠近 远景查车牌发现这辆一影车所属的车行 是登记在南投市 记者找到登记的车行地址 想找负责人但按电链打电话都无人回应 一影车拒检还加速逃逸 远景先开出9万元罚单 也会联系车主 道案说明 华世新闻 是万丈一光 周大祥南投报道